大家好,欢迎来到水皮钓鱼 每年总有两三个星期的时间是可爱皮的残暖期 那么这个时期是钓可爱皮最最容易的时候 特别是那些没有kayak,没有那个小船 我们可以在非常容易在岸边就钓到可爱皮 如果喜欢钓可爱皮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那么每年的气温不一样 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是可爱皮的残暖期呢 那么这个理论上来讲是差不多从50度开始 那个黑皮,black crabby开始残暖 那么差不多到56度左右的那个温度 黑皮残暖完成了以后就白皮开始残暖 就是white crabby 那么如果用个简单的方法 就说我是怎么判断呢 就看门口的那个azelium,杜鹃花 如果你看到杜鹃花盛开的时候呢 往往也就是可爱皮残暖的季节开始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残暖期的可爱皮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 那我们调可爱皮的时候呢 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比较高效率的那个方法 第一个特征呢就是可爱皮在它的残暖前 一直到残暖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的咬得很猛 特别是那个公的那个 male的那个crabby 简单介绍一下那个可爱皮的残暖的过程哈 它会跑到潜水 假如我们这个是一个 一个河床吧 然后这个水位在这个上面 画的有点不太好 这是水 那么如果这边有植物哈 有一些小植物在这上面 然后这如果有个石头 那么残暖期的时候呢 公的 male的crabby呢 会在那个有cover的地方 就是可以有躲藏的地方 所有的那个动物坐窝 它总是喜欢藏的地方 因为baby会被人家吃掉嘛 包括鸟啦 包括小兔子啦 坐窝都是找个隐蔽的地方 可爱皮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寻找可爱皮的时候 首先 找有什么地方有一些 我们平常讲的就是structure 就有结构 所谓的结构就是有一些变化的地方 有些树丛 有一些比方这是一块石头 这石头边上有个阴影 然后这些地方呢 都是非常容易吸引可爱皮来坐窝 那么一般的都是公的开始坐窝 male的crabby呢 可能先来这边坐窝 male的crabby在这边坐窝 female呢 往往都呆在相对比较远 比较深的地方 也有cover的地方 这是female 所以我们进岸钓的时候呢 我们一开始会钓到都是公鱼 然后呢 我们会钓到公鱼和母鱼 都钓到 最后呢 又会只剩下公鱼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公鱼做完窝以后 等着母鱼来产卵 母鱼产完卵以后呢 它就离开了 公鱼呢 还会在窝上守候那么几天 所以呢 我们钓可爱皮这么几个星期里边呢 我们一开始钓到的以公的为主 后来突然的mix 公的母的都有 到了某一段时间以后呢 只剩下公的了 母的就再也钓不到了 母的就自己就走掉了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 这个产卵期是钓可爱皮 最佳的这么两三个星期呢 原因有两个 一个就是 我们非常容易找到它 找到可爱皮在什么位置 我们如果有很大的水库 中间很深 那么到产卵期的时候呢 它总是在潜水附近 而且总是在有结构的附近 所以我们钓鱼的 尤其在岸边钓的呢 就很容易access 就很容易就是找到它们 产卵期的可爱皮呢 它非常grassy 特别是那些公鱼 我上一期视频做过一个 关于那个在美国钓那个食鱼 其实它不吃东西 它只是 就是说咬那些 可能来吃它鱼卵的那些 周围的小鱼 在鱼窝附近 它就会attack 其实 那个公的可爱皮呢 也有类似的那种 那种action 其实你要是在产卵期的可爱皮 你把它肚子打开来 它肚子里面其实并没有很多很多腹的 吃的东西并不是很多 但是呢 它咬得很厉害 追赶得很厉害 这个非常就非常那个grassy 非常的那个那个勇敢 那么也就是因为它这种勇敢 它会追那个鱼儿 所以我们钓它呢 也就变得非常的容易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用甲尔的效率呢 要会比用那个活的那个小鱼的那个效率还要高 那么在产卵期钓那个可爱皮的时候 我们呢就是要不要加浮漂 我本人呢其实喜欢不用浮漂 但是在某种情况下面 如果下面那个水下面的植物很多的时候呢 用那个浮漂呢 可以减少那个挂底的那个机会 那么昨天呢我就去岸边呢 那就是甩了几根感觉呢还是不错 找鱼的方法呢就是找它的结构 你要是岸边过去看到有个树桩 有几个数字或者有个导树 那这些地方呢你肯定要停下来试几杆 如果有鱼的话呢 一般第一杆第二杆它就过来咬 如果没有的话咱就move on 那么昨天拍了一些视频 那么大家可以简单的欣赏一下 这是我用的夹耳和浮漂 那么这个是我的用的那个小温子 用那根非常短的只有五尺的那个小鱼干 因为在树林里边转来转去呢 有很多水草有很多那个掩护的地方 这个是公的那个白皮 尽管颜色那么黑 因为它是公的 所以现在的时候它会变颜色 变得颜色很深 所以就很浅的地方 它在手窝 这个水的下面有很多植物 所以我用了浮漂 用浮漂呢就会减少挂底的那个机会 啊 像这个地方底下的水草不是很多 那那个时候呢 我就把那个浮标拿掉了 就是光是用那个JKF 那么同样也是可以上鱼 而且我觉得这个上鱼的感觉 手感会更好一点 因为下面都是岩石 没有水草 那是一个很棒的 非常棒的 非常棒的 哇,那是一个很大的 那是一个很大的 好,今天暂时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的观看 那么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